各位同仁請就座 我們開會 上午G系市政總執行 第一位由檢放中一眼執行 時間45分鐘 好謝謝 好謝謝主席蔡副議長 市長市府團隊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 今天是我的市政總執行 那我想下個禮拜天 12月25號 就是聖誕節 在這邊幫他證明一下 因為很多朋友稱為耶誕 耶穌不信耶是聖誕節 那同時 12月25號同時也是 我就職兩週年 那同時也是市長 就職十週年 那我想 陳菊市長在高雄市 已經執政十年了 那這十年我們可以回想一下 從當初第一次 選市長的時候以些微的票數 然後領先對手 然後可以擔任第一屆的高雄市市長 接著 陳菊市長面對的是什麼 面對的是選舉無效的官司 那我想在那段風風雨雨期間 除了面對這些官司之外 還要面對著2009年世界運動會的承辦 那我想那時候 尤其是之前 因為在蒸蒸草草的 漢神巨蛋那顆蛋 到底孵的出來孵不出來 我想市長跟他的公務團隊都很努力 那我想2009年世界運動會 那我想2009年世界運動會 成功的舉辦 除了讓世界看到台灣之外 其實更讓世界看到了整個高雄 高雄市民的城市光榮港 從那一刻開始 高雄人們覺得 我不是一個人 我是高雄人 我有那個光榮港 那在2009年世界運動會之後 我想陳菊市長又面對到 下一個階段的挑戰 2010年整個縣市合併 原本的高雄市 從11區變成38區 那接著陳菊市長得到的 市民朋友的支持 可以擔任第一屆的大高雄的市長 那接任大高雄的市長 我們面對著城鄉的差距 我們面對著資源分配的不平均 我們面對著中央政府的不支持 我們一步一步走 走到現在 那同時 我們接受了極端氣候的挑戰 除了美式風災 有大自然的雨水之外 我們更要面對 無情的政治的口水 那在這10年間 我想 除了這些大自然挑戰之外 我們也不幸的 去面對到 8178 我想 在這10年來 陳菊市長 在整個高雄市的城市治理期間 面對到這些風風雨雨 面對的這一切 市民朋友 在2014年 還是用993千3百票的選票 支持陳菊市長 連任第二屆的大高雄的市長 那 所以 有時候我看到整個高雄市 在整個台灣的角色 過去的縱北青南 一直到現在 那以及 陳菊市長 這10年來 整個執政 其實我會覺得 有一首歌的歌詞 可以 形容這一切啦 就是 別人出事 就好命 我們是用命 你打拼 所以 在陳菊市長就職 10周年之前 我想 問一下市長 市政這10年來 你覺得 你最滿意 或最懷念 或最記得的是 怎樣的事情 那你最不滿意的是 怎樣的事情 未來兩年 陳菊市長 想為高雄市的市民朋友 完成怎樣的事 請市長 來回答 市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簡議員 其實 要答覆這個問題 心中 很有感覺啦 十年 是一個人 人的一生中 有幾個十年 這當然是一個 非常 重要的十年 至少 我想 我們讓高雄 從過去一個重工業的城市 慢慢的 讓我們的市民有信心 這是一個適合人居住的城市 我們從一個非常沒有自信的高雄 認為說到高雄 我們就覺得很健康 沒辦法把人批評 現在我們市民的光榮度 對自己的認同度 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這個都是我想 我們很努力想要翻轉高雄 那我是說如果說這十年來 我是認為 我們高雄這個城市 我們的都市公園立地 總面積達到兩千兩百八十公頃 平均每個人享有的面積 九點八一平方公尺 是六都裡面 我們的高雄這個 可以做到這樣 第一 你如果覺得我 對縣市合併以後 我想整個城鄉之間的一個差跡拉平 但是我認為最重要 是黃洪治水的改善 我們過去在店補駅 公山 北壁 整個那個地方 每一次包括我們的鳳山 一下大雨就淹水 現在我們在整個大高雄地區 淹水的問題 沒辦法百分之百改善 但是我們A字洪池 B字洪池 包括我們現在在跟水利署在爭取 高雄大高雄地區 我們黃洪治水的治水量 我們增加了256萬噸 現在我們持續還在努力中 至少讓大多數 尤其是我們過去原來的高雄關 我們很多地方 淹水的問題 我們就開闢自洪池 然後減少淹水的痛苦 我感覺我們今天說高雄市 高雄市問一年 我做市場十年 問一年去一個圖書館 今天高雄市一個被認為 在知識 投資 喜歡 獲賭的城市 高雄市在全台灣 今天我們網路票選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管 是你一生會去一次 如果你沒有去 你會覺得你的終身遺憾 我會認為在這個部分 高雄對整個文化投資 包括對於整個文化創意博二 對整個每一區都有圖書館 每一個學校的圖書館 一定要拉到一樓跟社區共用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認為 我們很多的努力 那還有我們的交通建設 我們每一區都有公車 過去那是不可想像 那它當然我們比較重大的 重大的很多的建設 不管是亞洲新灣區 我們的輕軌網狀等等 這個都是接下來 我們還是有很多要努力 那未來的兩年 第一個 我必須讓高雄更安全 知道如果沒有 我認為我一生中 承受最大的壓力跟痛苦 就是我們發生石化氣爆 我們不知道 我們的不知道 我們整個石化管線的管理 中油公司跟高雄市政府責任這個部分 高雄市政府不知道我們的不知道 所以這樣也是一個我們現在 重新建立高雄非常重要安全的網路管線 我想每一條管線 高雄市政府嚴格管理 每一條管線 所有的圖樣 我們都要清清楚楚 我們有24小時 我們廣線的一個安全辦公室等等 這個都是我們認為 我們不希望遺憾再發生 我認為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有責任捍衛高雄市民的安全 我是認為我們會繼續努力 那當然我們過去我們八年 高雄是要爭取很多建設 坦白說那是非常的困難 但是我會認為包括從中央統籌分配款 一般補助款 專案補助款 只要過去的八年 我們高雄市減少了八百多億 這個都是我們的遺憾 但是我們認為未來 我們要怎麼樣子 希望加強我們過去八年之中 很多沒有做到 我們希望在兩年的時間 鐵路地下化 我們的美夢的廊島 還有很多很多 我們高雄市過去 我們的公辦土地重劃 所有所得利益是市民共享 這個是幾乎 幾乎真的是在其他的縣市 高雄市在這個部分 我認為是我們的表現 我非常感謝地政局的同仁 勇於承擔 然後所得利益轉變是市民共享 當然未來怎麼樣子的創新 高雄努力在轉型 那我會認為高雄希望永遠是正派經營 我們有很多美好的施政價值 我希望要延續 所以未來的兩年 我們跟我們的團隊 必須更努力 把我們所有的規劃 50年的規劃 100年的規劃 一定要做得更好 我大概用比較簡單跟簡言答覆 謝謝 謝謝市長回答 讓我們也期待 那在這兩年 市府團隊繼續加油 那我們期待 2018年新選出來的市長 可以讓陳菊在這邊打下的基礎 繼續讓市政價值持續下去 好 接著 就剛才市長提到了高雄翻轉的一個策略 我想這部分再跟市長來做一些討論 那我延續市長在今年年初的一個施政報告 就是說 針對高雄翻轉的策略 我們是期待把高雄港區以前正和這邊為一個界線 在這邊的北端是一個就是舊港區 那我們期待是成為一個生活中心 就是我們現在所主力強打的那個亞洲新灣區 那在這個以南的部分 就是新港區 除了貨櫃碼頭的興建之外 我們期待它成為一個生產中心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這部分這紅色的部分是捷運 綠色的部分是輕軌 這環色的部分是國道7號 好 那我想 因為法令的限制跟過去的歷史因素 所以我們港市都沒有辦法合一 那其實 我們也很樂見高雄市政府跟港屋公司 共組了一個港區的土地開發公司 我們要走這樣的港市合作 那我想 這樣的開發公司 等一下我會問一下市長 目前的進度到哪邊 有沒有遇到怎樣的困難 那其實我們也看到了高雄市政府一個積極 在佈局整個高雄港一個經營一個決心 我們讓我們一個優秀的文官 我們過去文化局長郭天貴 過去港務公司去接總經理這個位置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樣的人事布局其實也要呼應著整個未來 我們對於舊高雄港區 對於亞洲新灣區 我們對於港區土地 我們一定有一定的想法 好 那可是我們目前有遇到一些困境 好我們可以看到 紅色的這個標點 這是目前整個海巡署 在整個救港區它所所在的位置 它除了有這些巡防局的機動隊之外 那這邊是一個海巡署的一個辦公地方 那這有兩個安檢所 接著是海軍 海軍有一個新兵營區 那在旗津的部分有一個海市場 好 那綠色的部分就是海關 海關有它的辦公大樓之外 其實它還有倉庫以及相關的員工宿舍等等 好 藍色的部分 這是高雄港港警 那港警它甚至管制了3號到10號碼頭 這些土地加起來總共近52公頃 所以我們很期待整個開發公司 如果說可以正式掛牌營運之後 可以來善用這個土地 然後發揮救港區 成為一個生活中心的一個機能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了 好 如果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其實 在救港區裡面我必須還要再提 其實 市府投入了很多資源在旗津 我超過35億以上 包括 旗津公務的遷移 旗津新的醫院 旗津新的區公所 然後海岸線整治花了7億 那尤其 感謝 市府這邊 環保局 把 在濱臨海岸線的清潔隊 未來將要遷移在旗津區公所旁邊 所以 整個旗津海岸線 就完成了 構成一個 海岸線一個觀光的一個架子 在那邊 那 面對到 未來整個觀光資源的投入 我們可以想像到說 未來整個旗津的觀光的人口 觀光區觀光的人士 會越來越多 包括 我們觀光局也好 包括區公所也好 每一年都會在旗津 辦一些主題活動 那吸引的人士 基本上都是七位數百萬起跳 那所以我必須還是要再提一下旗津的交通問題 要去做怎樣的一個改善 那 其實 我是比較擔心這個部分 因為 國道7號目前還是 進度還是比較慢 那 週季二期貨櫃中心這邊的新建工程 真的是按照他的按表超過一步一步的做 我比較擔心 萬一整個二期貨櫃中心 新建好之後 國道7號還沒有開始動工 那這樣子 就是 未來新港區的貨櫃 必須可能就是真的要借到 其經過港隧道 這是我所擔心的 可是目前雖然還沒發生 不過在這邊還是希望 如果 有機會市長去台北的話 我知道 第二條的連外通道 他的花費 超過三百億以上 那這部分真的是需要 中央來做一些支持跟支援 因為 萬一整個國道7號新建不順利 然後整個週季貨櫃二期 的碼頭那邊都處理好了 然後整個高雄港的貨櫃量也開始增長了 這些問題是都會發生的 好 那接著再跟大家談一下 舊港區的改造 其實 舊港區改造 其實最重要還是在觀光的部分 那 高雄港的郵輪的停靠的燒 是從104年的46艘 然後降到 今年105年的13艘 那其實還蠻感謝 海洋局跟觀光局在這方面 針對這困境 有不斷的在持續的努力中 那其實也更感謝劉思芳立委 他在台北 齁在上個禮拜 他有召開了一個高雄港郵輪 經濟發展的契機與策略 齁 包括邱志偉立委 跟賴樂龍立委 李昆卓立委 一起辦了一個這樣的公聽會 齁 其他可以藉由這樣的公聽會 然後讓高雄發揮地方的特色 然後吸引遊人繼續來停靠整個高雄港 好 那接著再跟大家談一下整個 港區的閃置空間跟港區的土地再利用的部分 那我想这一块就是从余人码头 一直到10号码头这一块 那我想这一块的土地 势必是成为我们未来 先要处理的一个部分 因为它紧邻了我们的博尔特区 那这是余人码头的现状 那我想等下会请教一下 史泽副市长 就真的这部分有什么规划跟想法 那我先以这个英国领事法为一个例子 这是过去的英国领事馆的照片 这是1871年的哨船头 其实从英国领事馆看出来 是可以看到海的 它可以看到船只在整个高清港的运行 那这是1880年整个哨船头的一个外滩的部分 那现在的英国领事馆变成怎样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刚才有秀出来一个海巡港口的安检所 可是这边是海警 那这边是英国领事馆 其实这整个假日这边观光客非常多 那我会觉得安检所在这边的位置可以值得去再做讨论 因为它挡住的大船路感一个最好的一个海景 那其实除了这样之外 其实这个路段其实是一个很死角的危险路口 因为游泳车要进去的时候必须要技术好的弯一次 技术好的要弯两次 那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未来整个跟港务局这边 或者我们未来挂牌的港区土地开发公司 这一块其实要做一些适当的处理 那接着我再谈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突然会提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议题其实蔡经恩议员她在她的总资议员也有提过 其实沿城运动中心是在沿城去公所后面 那我们拆除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海沙屋的围楼 那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其实这边的运动人口超乎各位所想象 这边其实每天有超过一千人次以上的人进出 主要是使用它的羽毛球馆 所以我一直很期待 如果说我们那个土地开发公司 如果说可以挂牌营运的话 是不是有这个机会我们来利用 譬如说海关的一些闲置空间 或赶紧锁的一些闲置空间 因为毕竟要重建一个运动中心 花费的资源会比较多 是不是利用那些闲置空间来 做一个运动中心的设置 那接着 这个是在沿城中校国小办的一个 大港制造节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这也结合了一个创意 也结合沿城那个爱河学员的 中校国小一个特色 它是主要讲Maker 那其实这些厂商是自发性 由民间所主办 然后建发局去做一些辅导 那当天有超过18场的一个活动 那有80几个摊位在那边 那有20几个国内国外的一些大学的讲师 也进驻这边 那其实未来沿城除了文化创意之外 那其实在创客这个部分 其实也可以去做利用 那甚至可以利用到 看目前整个闲置的大沟顶三圈 以及甚至再往北一点 往里面一点 爱河畔的高雄音乐馆 前面的广场这些闲置空间 所以整个港区的土地再利用 再活化 那其实我们一直很期待 就是说高雄市政府可以跟港务公司那边做一个合作 可以结合在地的一些创意的特色 除了左营旧城区去争取的20亿之外 然后在哈马兴这边跟都发掘合作争取的7亿 那我一直比较期待的是 其实我这边要讲的 其实哈马兴有一些文史的在地社团 我必须要很佩服他们 尤其是打狗在新会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时候 他们想的东西也许走得比较我们前面一点 那不过在这段期间他们的付出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一直也很期待这样的新兵计划 是不是我们有机会 资源那么多 是不是有机会也可以 跟一些民间的团体做一些适当的合作 更能脱显再第一个文史的特色 这第一个部分 那另外 我要讲的是其实 是政府这边花了很多时间 跟很多资源在塑造整个亚洲新湾区 那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 亚洲新湾区从流行音乐中心 然后图书馆跟昨天的一个文创会馆 还有以及未来的旅音大楼等等 展览会馆 这些都是新的东西 都是新的建设 那好不容易 我们又把这个爱河的旧铁桥 给它保留下来 那我觉得这比较有特殊的文化 因为一座70年的老铁桥 其实它见证了整个高雄的转变 从过去爱河的水凑凑了 到现在爱河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关关的地方 这座铁桥见证了整个高雄的发展 所以在这边有几个问题 可能第一个部分想你市长做一下回应 就是第一个高雄赶区土地开发公司 目前进度有没有遭受到怎样的困难 那第二个在国道7号在还没有新建的状况下 是不是可以中央反应 如果说真的来不及是不是开始在规划 做其境的第二条的流化通道 第三个相关港区的闲置空间土地 是不是可以做运用 提供给市民朋友当做一个运动中心 那最后请市长回应一下 目前对于爱河就铁桥 市政委这边做相关的规划 是不是请市长做回应 市长请答路 谢谢 谢谢主席 谢谢检议员 那港市合一不可行 港市合作就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现在跟港务公司 为了我们合处公司 今年 研定今年一定要成立 但是立法院相关法案的审议 包括也各自了105年度 国营失业的议算 那经过四次潮和也的协商 到现在再等最后的结果 如果议算一通过 那我们高雄港区土地的开发 高雄整个港务局 跟高雄市政府的合作 我想就能够按照我们 互相讨论协商 为了高雄港的发展 那一定会按照我们这样来努力 这个的开发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那我们会请高雄市级的立委 继续在立法院争取议算 能够顺利通过 至少我们希望在明年二三月间 一定要成立 那另外我想 迄今的年外道路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都很关心 那我们基本上在民国一二三年 就会借起 那如果现阶段来讲 如果要有第二条的整个过港的隧道 大概必须花两百亿到三百亿 那港务公司依照国际的经验 他们认为现在只要再花四亿 来进行整个我们过港隧道 再让它延期 不过我认为在工程结构 安全没问题进行之下 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个只是中短期 我想迄今应该同步规划 我认同检验意见 要第一条交通的路径 才是长眼之际 同时也是不能再拖 所以我想我一定会跟交通局 在这个部分 其今是没有过港隧道 还是一个跨海的大桥 我想全世界现在很多国家 这个技术上都不是问题 所以我会认为这个部分 我希望未来交通部 港务局 他们也有港务基金 那或者要跟民间合作 或者要有几十年收起过路的一个费用 等等这些很多方式 都可以讨论 但是就是第二条 我们既定到外面 这个交通 所有不关跨海 或者是第二条的隧道 这个一定要立即来进行 所以我们认为 市政府会继续跟港务公司 来做一些很好的讨论 那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好的成果 那另外第三个问题 高雄港区的闲置土地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运动中心 我认为这是可行 那我们现在跟港务公司 也有一些沟通的平台 那我们会依照把警員的意见 纳入讨论 那我会觉得说 我们会教育局体育处 那我们会拜会整个港务公司 我们希望闲置的空间 能够在我们阳南部的那个地方 会更是在港务公司附近的周遭 我如果有一些体育的 运动的一个设施的空间 我认为 我们也愿意在这个部分 来做努力 那另外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的爱河 旧的池球这个部分 旧的池球 贴族了 经过三年的时间 这次已经完成清過的港区 这港区 和版面这都是港庭 在十二月一天把旧的吊球 已经吊庄重返爱河 这就表示说 我们这个池球有新有旧 旧的池球发展的过程 旧的常常都逢犧牲 但是 我们有很重要的文化的资产 我们一定要把它赶紧 所以说我们希望 以更创新包容多元的方式 我们未来 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繁复 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文化遗迹 我认为这是诚事我们共同的记忆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更珍惜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部分 我们会请交通局 包括我们新的清轨 我们的捷印局等等 我们的捷印局等等 观光局文化局等等 在这个新的清轨的爱河桥 那我们希望在农历过年前 这一座清轨的桥 应该有更好的一个整顿整理 和展新的面目 来呈现在我们市民的面前 谢谢 好 谢谢市长的回应 好 那接下来这三个问题 是不是请史副市长来做一下回应 就是 英国领事馆前面这个案件所 那刚才所讲到的就是 旧港区的悬置土地 你觉得怎么应用 是不是有机会成为 真的把岩城打造一个文创的基地 那另外新兵计划的欺义 好 谢谢主席 谢谢检议员的关心 有关于英国领事馆前面安检所 那事实上我们非常感谢赖瑞隆委员 那为了这个事情 已经召开了十几次的协调会 那这里面涉及到三个单位 一个是交通部的航港局 一个是海巡署 一个是属于警政署的港警所 那事实上 确实是蛮繁杂的 那为了这个十几次的这个协调会 那初步当然我们觉得有一些好的进度 那我想近期应该会有些好的消息 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趕快把它清除 让海景能够重现 那这个问题其实也涉及到 刚刚检议员特别提到的新兵计划 新兵计划其实就包括这个地点 我们就是希望说把 代表台湾命运转列点的1895年的 最后日本人跟台湾民主国对抗的一个地点 也就是雄正北门跟其后炮台 那雄正北门呢 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希望把它复原 尤其它事实上有一些这个 不应该存在的建筑要把它去除掉 那从雄正北门到英国领事馆 到哨船头到哈马辛 这个其实就是高雄的历史 所以新兵计划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 大家过去关心啊 事实上一直没有修复的文化资产 就要在这个新兵计划里面来进行 那也感谢议会啊 事实上我们新兵计划跟建成计划 两比这个第一期款的垫付款 事实上也在议会得到支持 那我想我们会积极来进行 谢谢 好 谢谢首副市长 好 那接下来就跟各位再去讨论 轻轨原型跟铁路地下化 那其实很感谢李坤泽立委在立法院交通部门的一个认真 让整个铁路地下化的绿蓝带 然后台铁愿意不用让市政府再负担那64亿 好 那我想在铁路地下化其实有个地点就是古山的古园国小 那其实我在去年的会期里面在部门咨询的时候 那时候黄局长还没有到任 就是说针对了整个学校的闲置空间 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变为 譬如说热林的一个设施 日照中心或常照中心等等 好 那谢谢卫生局这边协助 让高雄市的第二座的日照中心即将在古园国小那边来成立 那我想请问一下黄局长 我知道12月5号 蔡博英副秘书长有召开一次跨局处的会议 那我在11月底我有去古园国小现场去会看过 那目前整个古园国小的日照中心它的进度 然后骑程是不是有办法敢在明年的11月前开始营运 是不是请卫生局局长回答 来 局长请答悟 好 谢谢主席 谢谢检议员 那我们的古园国小是在今年的11月份 那有一个我们福岛的一个移亲护理之家 他获得我们卫福部同意 那就是能够申办我们的日照中心 他们有全额的金位补助 第一年是415万 那这部分其实 检议员关心的部分 其实我们局里面也正在加紧脚步 因为我们目前的日照中心还不足量 那目前是进度是在今年的12月底 那我们的独发局的都委会 会对我们古园国小那个地方做讨论 做一个都市变登 那目前最后我迟到的进度 因为这牵扯到古园国小目前还是有学生 还是很多的一些教学活动 所以那天在蔡副秘书长的一个主持之下 其实我们包括说学校所担心的 希望我们在整个齐城的一个安置 安排的情况下做比较好的一个 那目前是希望是说在今年的寒假的时候 能够加速动工 那加速动工的情况下 我们对今年明年10月份之前 我们目前的了解的进度是 应该是可以如期完工 甚至可以提早进度 好 谢谢机长今天请坐 谢谢您 好 那我们期待这个高雄市第二座 利用学校前置空间的日照中心 可以在明年可以正式来做一个营运 那其实在这部分我也可能也要麻烦 就是都发局或公务局 就是说因为他们旁边是 铁路地下化的一个绿蓝带 是不是 因为它整个是垫高了 我们期待在铁路地下化之后 可以有没有那个机会 让古园国小跟社区的距离可以更拉近 因为后面速得理的部分 他们必须还是要靠天桥去做通行 那这部分可能要请 那个都发局跟公务局这边再予以协助 好 那再另外 我在部门质询的时候 我有提到就是 古园国小湾北走 有一个田丁倉库 它是紧接着过去的古山火车站 那因为过去 因为自民的关系 所以有这个倉库的一个兴建 它兴建在整个1932年 那这是爱河边 这是过去的田丁倉库 好 那我们可以从空白图这边看一下 这田丁倉库它在的位置是这边 那这边是铁路 那古园国小是在它的南边 好 那这是最近的一个新的照片 这就是田丁倉库 就是我们过去 郑立军纪念馆所在的一个位置 好 那我想这是田丁倉库的现状 那我也比较期待就是说 未来铁路地下化之后 或整个迁轨经过 是不是可以再赋予这个倉库 一个新的生命 因为毕竟它对面是中都私地公园 所以我想 是不是可以再创造为另外一个新亮点 这是第一个部分 好 那第二个部分 因为铁路地下化的原因 其实也拉近了美术馆跟列维社区 一个社区的发展 那我们看到这美术馆它所在的位置 那未来铁路地下的绿蓝带就是绿色的这一条 然后在过去 在去年度的公务部门 我有问过一下都发局长 关于这些连接 从列维社区到美术馆的一个 绿的打通的问题 那其实我比较期待的是 是不是有那个机会 所以其实这边的马卡道 有用办法 纳入整个美术馆圆区的一个管理 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然后规划这边一个 南北向的一个交通的动向 那这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其实讲到内围社区其实不能忘记这边 这边是九如四路跟华安街 简单来说 这个地方 这边是美术馆的 这边他们的相对位置 这个地方只要下大雨 就是会淹水 那其实也是成为这个地方一个宿命 因为它本身是整个内围地区 地势最低洼的地方 那我想 在两次台风经过之后 我们感谢许副市长本人 他亲自到这个社区里面 跟社区的里长 意见领袖 做一些沟通 那这边其实未来可能 面对到的 第一个就是水利局所要建制的一个灾防社区 第二个部分 就是水渣门的补助 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 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 一定要专水渣门 可是水渣门补助的部分 我们期待 市政府这边可以多出点力 可以让这个补助可以降低民众的负担 好 那针对这内围社区的相关的发展 是不是请许副市长做个回应 习副市长请答案 谢谢主席 谢谢检议员 我想内围社区这边 真的是长期以来 受到这个水患的威胁 真的是非常的高 那这些地方呢 其实除了排水系统之外 它最大的威胁 其实还是来自于 这个受到爱河流域的影响 只要长潮大潮的时候 其实高雄港的水位 高过于这个爱河的水位的时候 其实这些水真的很难排出去 所以解决的方法 我们其实初步已经在 这一个古山做了一个自宏池 大概经费是2.4亿 整个自宏量是6.5万吨 事实上今年台风的时候 就已经发挥功效 大概除了6万吨的水在那边 那但是还是淹水 就是说 一方面排水系统 会受到爆炒的水位的影响 二方面其实要继续做自宏池 用地取得上面恐怕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真的是到最后没有办法 大概就是除了我们社区的 这一个避灾的整个社区防灾的机制之外 可能在整个补助设置水闸门这件事情 会变成是最后的一个手段 那我是希望整个高雄地区 就是请水利局这一边 把这个液淹水 像类似这种状况 我们真的已经穷就了很多的 这一个不管是制宏 或者排水系统的一些处理之后 仍然很容易液淹水的地方 我们希望把这些区域划分出来 那特别在这个补助的条件 跟补助的比例上面去做一些调整 那我在那边跟这个检议员也跟 借这一个机会跟我们内委地区的民众报告 就是说这两个方面 我们跟内政部的营建署沟通 坦白讲有顺利有不顺利的 降低补助条件 就是以前是要淹到50公分 才能够去补助设置水闸门 这一件事情 内政部营建署初步有同意 可以降低这个条件 可能从50公分降到30公分 只要淹进去家里面 我们基本上就希望它能够补助设置水闸门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补助的比例上面来讲 我必须目前初步的沟通 这个营建署是还没有同意 我们会进一步去做沟通 那甚至看最后的结果 如果说营建署这一边真的没有办法 去做提高补助的比例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来思考是不是有 这个市政府这一边 来做剩下的这一些查额的 这一个补助 那是 这个是到目前的这个进度 那这一方面 我们会持续再跟 这个营建署这一边做进一步的沟通 以上 好 谢谢副市长 那我们期待就是说 可以让在地居民免于他的生命产品 受威胁为第一个要件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我再请教一下曲夫上 就是说 过去 对这个是铁路地下 一个绿蓝带 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把 马法道跟美术馆园区这边做个结合 然后规划萃卜路这边 做一个南北向的交通通道 因为毕竟 内围地区的民众 他们一直很期待 可以 跟美术馆区这边 做一个适当联系 让美术馆这边 发挥到他的边际效应 然后让内围社区这边 可以更加的发展 这部分 好 那是不是请那个 公务局 赵局长做个回应 来 局长 请答应 谢谢主席 谢谢前议员 有关我们马卡道 跟我们美术馆要结合 当初我们也有在讨论 也就是从我们的美术馆路 往北到我们的名城路 这个部分 我们一直在想说 马卡道跟美术馆这样结合 对于整个边际的效应 是最大的 好 谢谢主席 所以我们会朝这个目标去走吗 我们现在目前是朝这个目标 在走 好 谢谢赵局长 赵局长请坐 好 好 好 接下来我在跟捷運局这边讨论一下就是 两个土地的开发的问题 第一个 美术馆路未来是整个轻轨二阶段 会经过的一个道路 那我想在联合医院旁边 有一个联合医院的停车场 目前管理机关是捷運局 那我想在古商美术馆跟拉巴丁那边 他们面对到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人口不断的增加 可是相对应的公务机关的服务措施 所以却比较少 好 那在这边也感谢交通局在 深龙路南平路 那个停35一个土地开发的部分 那目前都在持续的进行中 未来那边会开发成六层楼 有四面的停车场 然后一些商场 以及一些公务机关的进驻 那所以我也期待说 在这一块联合医院停车场部分 我不曉得捷運局要用 怎样的方式是进行相关的开发 这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在 这是轻轨沿线 轻轨沿线我会经过这一块 龙十六一个交通用地 那在大松路跟玉城路这一块 三角形的土地里面 我知道 捷運局要在那边做一个 轻轨的一个币车的设施 那可是 这一块的土地也 稍微也蛮大一点 所以 我们知道这两块的土地应用 捷運局有什么相关的想法 是不是可以请局长做一个回应 来局长请答应 感謝局长 感謝检议员 那有关于那个联合医院旁边的停车场部分 这部份我们已经和 那个 联合医院部分 做整体的考量 因为这里面 主要停车的部分 我们都是跟 那个主要是 联合医院的停车的需求 那联合医院本身 其实时间也蛮久了 那整个地区有必要做整体的一个调整 跟考量 那这块是我们主要的部分 是我们做土地座驾 所以 我们只要和 卫生局家合作 那重新做整个检讨跟调整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获得 我们土地座驾的 资金所需要的 那个轻轨建设 跟捷運建设的资金之外 那我们整个 联合医院本身 其实也可以获得 比较好的一个 区位的部分 所以这一件和 我们一件和 卫生局家 都有整体的联系 跟考量的部分 那第二部分 是有关于 我们美术馆路 因为美术馆路 一直路来之后 那这些大村路 那这些大村路本身 其实会遇到稳稳 稳小26的部分 那稳小26部分 目前稳小26的面积 我们变更交通用地部分 那面积的部分 是0.72公顷 那0.72公顷 除了这轻轨沿線 所需要之外 另外就是 我们还有一个 避车轨部分 因为轻轨哪有任何问题 其实它必须有 避车轨的部分 那除了这些 避车轨部分 我们预计还有 留下将近0.3公顷的部分 因为捷運建设本身 其实它是3D 就是我们希望 有多元的一个服务 那所以这里面 那个剩下0.3公顷之外 除了提供民众的 相关休息需求之外 我们还会提供 相关的服务 商业服务设施 让这个地区的部分 可以再活化 好 好那也拜托 就是局长 在整个二阶轻轨部分 我知道从 哈马新一直到美术馆路 那边会经过一些民宅 我们尽量把民损的部分 降到最低 是不是请局长做个回应 这一部分 我们已经在细设里面 做整理考量 那上次也跟检议员 讨论过 希望就是说 尽量避开 那个民宅的部分 然后让民宅的拆迁部分 降到最低的部分 那我们已经把它纳入 细部设计里面做考量了 好 知情完毕 等一下再介绍乡亲 休息十分钟